她是最美香妃,当年差点出车祸身亡,退出娱乐圈后的她今39岁美成这样。 说起香妃大家想起的会不会就是环珠哥哥中的香妃,刘丹饰演的香妃很是惊艳,不过却是已经相消欲损,离开了这个世界。 今天说的就是另一个香妃,她就是颂颜,她的美貌也是相当的惊艳,气质出众也被称为最美香妃不过最后她却推出了娱乐圈。 她从小就很喜欢舞蹈,一直都是非常的优秀,可能大家不知道环珠哥哥的导演也是风流才子继小兰的导演她就是孙树培,这两部剧中都有香妃的角色,而环珠哥哥中的香妃之前因为车祸,离开了人世,当年的颂颜也是遭遇了一场意外。 宋颜在拍戏的时候,男演员把油门当刹车了,差点撞到了宋颜,幸亏工作人员及时拉了她一把,也是服大命大,之后的宋颜在娱乐圈中也是很少演戏,退出娱乐圈后的宋颜,过得也是非常的潇洒,如今已经39岁了却是非常的美,完全一副少女模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